佛法的布施有财师、法师、无畏施 而十方法界的传播三者兼具 布施分三种 财师、法师、无畏施 常觉法师分享三种布施 并赞叹十方法界三者具备 因为我所讲到布施 我相信只要是佛教徒都知道 布施类有分了三种 各位都知道 财师、法师、无畏施 现在听到这三师类 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财师 因为现在经济也不好 个人的家庭状况也不好 其实这个布施只要你随意 随你的意义、意愿 不分多少 其实像我们 像师父在十方法界 电视的红法 他就包括了三师 财师、法师、无畏施 你护持 师父讲经说法财师 那么听到佛法的 我们讲经说法是法师 听到他得到一个 譬如说身体上 或者生理上、心理上 种种的安慰 那么这个都是无畏施 学习这个都是无畏施 所以布施类 它功德是非常的大的 尤其像媒体 我们电视台 你看一讲全世界 都能听到这个佛法 所以这个布施功德 是非常的大的 长觉法师表述 佛教电视台中的 护持为财师 师父讲经为法师 听到佛法 获得安慰为无畏施 十方新闻 胡佳萱 曾千俊 高雄采访报导 如果我能听到其他 好